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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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 合同无效是自使绝对当然的无效 一旦确认无效 将具有素极力 使合同从定理时开始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当事人不能通过承认其效率 而使无效合同变成有效合同 其无效是绝对的 合同法第58条和第59条对合同无效的后果做了规定 可以简单概括为 尚未履行的 不得履行 已经履行的应当返还财产 折价补偿或赔偿损失 使当事人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定理前的状态 而所谓的可撤销合同 是指因合同当事人定立合同时 意思表示不真实 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使已经生效的合同变更或归于无效的合同 可撤销合同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合同 在有撤销权的一方行使撤销权之前 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效的 所以可撤销合同效力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 变更或撤销 一应重大误解定立的 二在定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 胁迫手段或成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定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 变更或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合同的 须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石油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撤销权 否则撤销权消灭 同时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石油后 明确表示或者是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的 撤销权也消灭 行使撤销权当事人他不得直接向对方当事人提出来 而应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一旦认定合同撤销 那么合同自使无效 并按照无效合同处理规则来处理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贾公司在城市公园旁开发预售期房 乙丙等近百人一次性支付了购房款 总额近八千万 但是贾公司迟迟没有开工 按期交房已经没有希望 乙丙等购房人多次集体去和贾公司交涉 没有效果 面对风涨的房价 乙丙等购房人为了另行购房 无奈之下与贾公司签订了退款协议书 承诺放弃数额巨大的利息 放弃违约金的支付请求 领回了原购房款 经过咨询乙丙等人起诉贾公司 那我问题是这个案件属于哪一种情况 在本题中 乙丙等购房人 虽然和贾公司签订了退款协议书 但是并非出于自愿 而是在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 在该协议书中 乙丙等购房人被迫放弃了数额巨大的利息 违约金支付请求 这个约定显然是显示公平的 合同法第54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 在定立合同时显示公平的 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予以变更或撤销 因此为保护购房人利益 法院应当根据购房人要求撤销这个协议 由假公司支付利息和违约金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